眼前这个轻车熟路的小伙叫铁柱凭借帅气逼人的颜值刚入职就得到了局长大慈花的赏识 没几天就对大慈花家熟门熟路 也由此大慈花知道了铁柱还有横着亲的绝火 于是将他提拔成大队长 这天大慈花正在休息忽然接到领导电话 拐弯抹角的希望他最近消停点 最好不要带着铁柱出差 即便出差也不要手牵手出差 一旦被街拍大神拍到了 那他俩的铁饭碗都将不保 可大慈花却不以为意 认为我未娶他未嫁 就算横着亲都不管别人的事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 倒是你别后悔 我只是给你通个信 你听也罢不听也罢 反正我是说了 听出领导语气不好 大慈花很是心烦 说他年龄一大把推个车都费劲 分明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看我哪天不把你取代了 心情不爽的大慈花 立刻给铁柱打去电话 很快铁柱就来了 大慈花不耐烦的让他赶紧进来 随后招呼他坐到床边 铁柱询问这次是公事还是私事 大慈花说公事私事有区别吗 还不是我说了算 别扭扭念念的像个娘们儿似的 你经车熟路又不是第一次了 愣着干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高 tranqu 我脑了 你也知道 我来讲 我来讲 我来讲